就是他冒充长姐的事 穿帮了 但是他和北王是真心的 他们二人两情相遇 那北王殿下就在殿外呢 傅涵要不要去见见他呀 急什么 让他等着 可是 人家来都来了 不见 怕是不合适吧 顾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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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 月儿前去和亲 的确不妥 不过 外面这个小子 看来也是 有胆意的好男儿啊 是啊 傅函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那北王在北朔 护阿姐护得紧 我看俩人啊 般配得很 看着北王也是上心 这才不过半个月 你们就已经到了 东宇境内 想逼这途中 跑死了好几匹马吧 北王在每个驿站 备好了马匹 途中我们连水 都不曾喝 换马便继续跑 傅函 这外面夜黑风高的 是不是得请北王进来啊 这一路上 风餐露宿的 来我们这儿都占了一天了 也不曾进食 这要是被阿月知道了 定是要和您生气的 和我生气啊 我还生气呢 当初你们姐妹两个 背着我暗中换人 让月令去了北朔 虽说啊月儿 是为了成全你和杜儿 可是你们两个身为公主 直接将和亲的人给换了 成何体统 你们考虑过后果吗 真是胡闹 傅函 我们知道错了 可谁想到 阿月到了北术 这北术皇帝 竟将阿月许配给北王 好在两人如今真心相爱 要不然 还是他北术的错处才是 自是北术那皇帝小儿的错处 我是疼爱月儿 才不跟他一般见识 如果 他们敢动我月儿一根寒毛 我非杀进北术才行 傅函 傅函息怒 事情已经这样 你得让阿月的婚约 名正言顺 好让阿月在北术 有个强大的靠山才是啊 是啊 傅函 这北王都已经亲自来了 傅函是不是得见面 戏了才是啊 不急 既然北王人都来了 那就 连婚约一并解决了吧 不过 不能这么便宜了这个小子 让他等着吧 当我冬余的王婿 哪有这么容易啊 明天再说吧 喝酒 来 希望草原的风 千万别吹坏了北王 要不回去了 阿姐肯定找不了我 北王啊 可不是我不帮你 你可别救我的仇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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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被忘 正是 此次是要来退婚的 不 是来向可汗求娶小公主的 真心喜爱她吗 真心喜爱 所以向汗网正式求娶 战了一天一夜 水美未尽 快喝碗热汤暖点身子吧 富汗已经答应见你了 我昨天该说的都说了 可富汗就是坚持不见你 甚至都不让我们通风报信 真是委屈你了 没事 带我去见可汗吧 你对月灵的心意 本汗已经知晓 那汗王这是 同意我求娶月灵为王妃了 你想娶本汗的女儿 何以为贫呢 两国和平 此话怎讲 只要我还在一日 便不会让东瑜和北淑 再起战火 两国关系变化良多 岂是一人承诺 便可保证的 汗王所言极是 所以特求汗王 亲自手术一封 既成了我与月灵相爱之情 也解了东瑜和北淑 关系紧张之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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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